说中俄的关系,最近有一个新的发展,先看一幅图 这个发展其实也不是今时今日,但近来就算是有进展 中国和俄罗斯就准备开辟不极的寒道,实现冰上丝绸之路 事实上俄乌战争都打了10个月了,2月24日开始到现在 俄罗斯现在的情况是可以说,始终对于能源的生意 现在在寒道方面,希望可以发展一个新的寒道 我们看看这个图图就看到了,传统的寒道就是下面这一条 欧洲经过苏伊士运河,再经过苏伊士运河 经过印度洋,接着就是去新加坡,经过马六甲海峡 接着北上,接着在中国沿岸,经过台湾海峡 再上就是韩国和日本,这个就是传统的寒道 可以说现在的能源,比如石油或者液化天然气 大部分都可以通过海路去运输的 如果都是通过这条传统寒道,你看到是很远 但如果能够通过俄罗斯,就是中国通过俄罗斯 向北面走,通过这个白令海峡,接着就是向西 就通过这个所谓东北寒道,去到欧洲呢,快很多 通过欧洲就再去美国西岸,墨西哥 所以这条寒道其实不单止是运输这个,比如说 能源,石油,液化天然气,可以用这条路 其实是很多货币的贸易,都有机会 如果将来打通了这条路的话,有一个很大的商机在 起码你看到,这条路这么短,相比传统寒道这么长 你可以看到,可以省很多的燃料费 所以如果中俄是真的合力去打通这条东北寒道 哇,这个商机非常之大 那现在是刚刚看看,就是12月9号 就是两天前的一个消息 那两天前发生什么事呢? 两天前,中国就和俄罗斯宣布 中国驻俄罗斯的大使馆参赞,刘兴华 他在国际论坛上就说 中国对俄罗斯正在开辟和使用北方寒道感兴趣 并准备在此开启合作 那这个北极寒道就是这里,刚才我所说的 穿过了北冰洋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上寒道 这边是太平洋嘛,这边是大西洋嘛 那如果通过北极去这样连接呢,是快很多的 那现在就是,其实再远一点,北极再过 其实还有一条加拿大的通过加拿大的水域 叫做西北航道 那一条我们就不说,那一条是加拿大那边的 最重要的是中俄这一条 如果这条东北航道可以发展到的话 那就是打通太平洋和大西洋 那变了就快很多啦 而且是,就是你看到啦 通过这些这样的地方,有时候你会是 担心,比如苏伊士运河 有时候会局势紧张啊 或者马六甲海峡,就是太过重要了 这里又有局势紧张啊 那另外就,如果你是去大西洋那边的 随时你都会听过啦 譬如说索马里海道啊 那变了是,其实索马里海道都是 在非洲附近啦 在这里,其实是 不是大西洋那边 应该是,在这一边 这一边,靠近中东这边 都是有机会受索马里海道的影响 好啦,那所以如果真的可以避开 这些政治那么敏感的地方 战略性那么敏感的地方 和索马里海道的话 如果中俄发展这一条的行道就很棒了 那在2015年呢 其实中俄已经在北极上面 合作呢,开始谈了 那在2017年呢 就提出冰上丝绸丝路这个概念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中国每年对外贸易呢 会那个便利呢 大为便利 可以省回估计多少呢 省回大概是500亿到1200亿的美元 最可能是一个燃料费 那另外就省回时间 那中国呢 就因为不是在北极圈里面 所以如果要发展的话 其实地理上 你会看到呢 一定要依赖和俄罗斯合作 那俄罗斯 大家知道了 其实自从是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就拆散了 那它的造船业务呢 大部分呢 都是在波罗的海那几个国家的 那现在波罗的海那边呢 局势那么紧张啦 所以就影响到俄罗斯的造船业务 那如果造船业务不行的 那中国的造船业务就可以帮忙了 那所以你想一想 就是说 如果中国的关系大幅改善的话 中国是有能力呢 帮助俄罗斯呢 兴建核动力的破冰船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就有机会呢 尽快打通这个东北航道啦 那就啊 其实最近呢 波罗的海那边呢 即是俄罗斯那边的造船厂呢 经过了 现在在说了 哇 30年了 才做出一艘叫做核动力的破冰船 叫做阿富特号 那就是11月22号呢 就下水 就是30年才做到一艘破冰船 核动力的潜艇 核动力的破冰船 那你想一想 俄罗斯其实那个造船业呢 其实是非常之慢的 而且很需要呢 有新的技术啦 或者新的造船厂去帮忙 而中国呢 就最有机会呢 是做到这个角色 那如果真的做到的话呢 这个肯定是双赢啦 那就 其实 如果做到的话呢 更加呢 其实 因为最近呢 中国在太平洋呢 捕鱼 那美国就又开始在这儿搞事了 那美国就说呢 中国最近在太平洋捕鱼呢 是非法捕鱼 那就说要制裁170个实体 因为这些实体呢 它的捕鱼船啊 船的规模太大 捕鱼过渡 那 美国就认为呢 中国在太平洋呢 就捕鱼过渡了 那样 但是其实这些所谓捕鱼过渡呢 就 都不是很合理的 因为根据呢 这个 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呢 其实是 中国是绝对有权呢 在太平洋捕鱼 而且呢 你看到中国捕鱼呢 你久不久会听到消息呢 就是优逾期 那其实就是中国在捕鱼之余呢 呢 也都会考虑呢 在每一年 某段时间呢 就停止捕鱼 那 等着这个生态呢 回复回 那所以其实在 就是不存在呢 是非法捕鱼这件事情 那如果可以 中国是发展东北韩道呢 和俄罗斯呢 其实呢 你不要小看啊 北极圈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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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呢 都有很多鱼竹的喔 那 就除了贸易啦 除了竹鱼啦 除了竹鱼啦 那当然啦 就是 当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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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中俄如果这样合作的话呢 他们又会眼红啦 是吧 还有呢 跟着就会说 喂 北极圈是我的喔 不是你喔 那样 这个都预算了啦 但是很明显啦 你这个水域 喂 这个水域 北极如果是发展这个东北韩道 这个绝对是 肯定是俄罗斯的啦 怎会是美国的呢 是不是呢 关你美国什么事呢 好啦 无论如何呢 我们见到 这个算是新的突破 好 那第二个题目 就说什么呢 就说这个是 WTO 今次又是跟美国咬手 咬手瓜 今次WTO就说美国不对 那他就说 为什么美国不对呢 他就说 美国呢 之前就向这个钢铁 和铝的製品呢 这个进口美国呢 就收这个是一些 惩罚性的关税 那现在有什么新的判决呢 WTO呢 今次就醒了 世贸组织在日前就宣布 就中国等等几个国家呢 向美国 这个是投诉 投诉什么呀 就是美国根据这个钢铝 和铝的232关税 这个条款呢 就是征收 进口的关税 那这个是在 特朗普时代呢 就发生了的 那现在呢 就是 几个国家向WTO提出 说不合理啦 那现在WTO就说了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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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当然是 不会理啦 那接着就反击啦 那我看回中国说的 什么呢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就说了 中方对这些 这些这样的 世贸的专家组 作出 跟公正的裁决呢 表示赞赏 这个裁决呢 就随 虽然是引起了美方的愤怒 那就 但是呢 就是中方是认为 世贸是做得很对的 那现在呢 就拜登政府呢 就看到呢 虽然这个设施是 特朗普时代流下来 但是呢 今次WTO这样裁决的话 拜登政府当然也是不开心啦 那他就说呢 声言 世贸组织 关于这个争端的解决制度 其实呢 你们需要是改革 需要一些根本性的改革 就是说呢 WTO裁定了美国不对 接着美国就跟WTO说 你这样裁定我呢 是你的制度有问题 所以呢 你呢 应该改革你的制度 因为你的制度 现在是不对 所以就令到我 这个裁决 说美国不对 所以你要改革 这样也可以的 那我们看回历史啦 那当时原来2018年呢 特朗普就根据1962年的 贸易抗展法第232条 他说要维护国家安全啊 那所以对进口的钢铁 就加这个25%的关税 对于进口的钢铁的产品 就加这个10%的关税 那这个呢 其实就遭到很多个国家反对 中国当然反对啦 其实美国的盟友 欧盟 加拿大 那还有其他国家 那还有其他国家 比如密西哥 挪威 俄罗斯 土耳其 那这七个的世贸组织成员国呢 都要求呢 那这四个国家的特朗普的政策 是否违反了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定 进行审查 那2018年出现这件事呢 查查查查查到现在都三年多 四年了 应该说 才有个结果 那终于世贸是有个结果了 那他认为美方有关的 重点就是说 他认为这个是关乎 美国的国家安全 那世贸就认为 美方这些 藉口是不合理的 美方这个关税 就已经是影响到中国等等的国家 在1994年 关贸总协定下的利益 那路透社就说 世贸组织 裁定驳回了美方这个 这个关税 他那个核心的论点 就是说 他说就是国家安全 应该由其他很多国家 自行判断 就不是由第三方评估 就是这个是美方的核心论点 就是美方认为 国家安全应该由 他们自行判断 就不是由第三方评估 那这个是一个重点 那这次是世贸 就针对这个重点 认为美国 其实你说你是有国家安全的顾虑 但是其实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不理其他国家的 一个想法 所以应该是一个 共同的一个评估 不是单单只是你美国自己 说什么就说什么 那 美国的这个是 办公室发言人 办公室发言人就说 美国不会对中国 或者等等的国家的 非市场过程产能构成的威胁 就手旁观 美国不会把他基本安全的决策权 让给世贸组织 也都不会打算因为这些争端 是取消二三二条关税 这个是美国的办公室发言人 霍奇所说的 这些裁决 就进一步证实了 世贸 本身组织 这个争端解决机制 是应该要改革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就回应 2018年以来 美国对部分 世贸成员的钢和铝的产品 选择性加征关税 他们是用国家安全的名字 行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为实 是严重破坏 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制度 这个不单单 受到众多世贸成员国的反对 其实也都是 美国国内 都有广泛批评 比如美国国内的 钢铁工人联合会 美国的钢铁协会 也都认为 咦?不是啊 美国的钢铁工人 当然是维护他们的利益 就说拜登应该保持这个关税 但是美国很多企业 就不是这么想 他在入口 钢铜铝财的企业 就不是这么想 美国的钢铁工人本身 当然是正 但是美国企业就不是这么想 影响到他买这些钢铜铝 的价钱 很多时候说真的 你收关税 大家看到 这么久收关税 其实很简单 美国收关税 中国就提高 那个价格 然后把价钱转价 给本身美国企业 所以美国企业就买贵的东西 就变成油有通胀了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发展 所以美国做这么多东西 现在不要管这么多了 总之 中俄自己有发展的路向 整个北方的 这个丝绸之路 现在连WTO世贸 都出来伸张正义 终于说美国是不对的 大家好 巴士丁布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 石楼台也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石楼台 新节目十分钟看中国 每日用十分钟 告诉大家中国发生什么重要事 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对看 现在很多媒体比较少说中国的 新闻和是分析 而且多数都是说负面的 少有说正面消息 叫年轻人每日抽十分钟 看石楼台新节目 十分钟看中国 就会知道国家发生了什么事 可以更加深入了解国家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布订阅石楼台 在互联网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浏览石楼台内容介绍 以及免费试看一些精选节目 多谢大家支持